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马上回电话给她 当时她就给我讲了 眼前这位情绪激动的母亲就是肖大姐 她告诉记者自从前一天晚上她接到女儿小敏打来的电话后 她的心情便一直难以平复 那么 小敏究竟对她说了什么呢 肖女士说 她的女儿小敏 今年18岁 是一名高桑学生 给她补课的张某 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老师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 当小敏补完课准备离开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肖女士 她说 今天张老师给我补课 补完课的时候一起出来 她回学校 结果她就到旁边的小亭子那里 她就说在这里坐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谈下心 坐下来的时候 姑娘距离她有一段距离 姑娘的原话是这样跟我讲的 她就过来了 她就顺着她的大腿这样嘴摸 她说 你小不小的张老师从看到你第一眼起就喜欢你 紧接着 张某对小敏做出了更出格的事情 肖女士 她就摸摸摸 摸到不该摸的位置 她就推开她 她说 张老师可不可以亲你一口 肖女士当时听到女儿这样的话 她一下子惊呆了 肖女士回忆起当时那一刻 觉得自己心里拿刀割肉还要痛 肖女士 我当时一下子闷了好久 都说不出话了 我一下子坐在那里 好久都没有说出话来 我在家里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下来了 据了解 今年34岁的张某毕业于某名牌大学 并且早已经成家立业 小敏从初中期就一直跟着她补习功课 到现在也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肖女士根本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和女儿通完电话以后 肖女士立即联系了张某 肖女士 在电话里面她就给我讲了 她说我错了 我请你不要报警 请你原谅我 我说怎么原谅你 我想试问你一下 我怎么原谅你 之后 在肖女士的要求下 张某和肖女士见了面 肖大姐 我压抑不住自己抽了她两耳光 她说姐 你不要称呼我为老师了 我不配 我不是人 她是这样说的 我是畜生 她原话就是这样讲的 跪在我面前这样讲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肖女士叫来了当时目睹这一幕的两名路人 唐师傅 下车我们就看了一下 她就承认错误 说大姐 我错了 当时我还看到大姐扇了她的耳光 张师傅 他给这个大姐跪起 他说他摸她的 他确实也承认了 自从发生这样的事情后 肖敏的情绪一直不稳定 为了给女儿讨要一个说法 肖女士也选择了报警 警方随即将张某控制 目前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来源 看看新闻KNEWS